有公车失控暴冲在路口上也玩命关头 高速冲出来 下一秒失控甩位 左侧两个车轮都悬空 大回转冲往对象车道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原本绿灯直行的汽机车及时停下来 一台小货车还跟公车的车尾擦身而过 公车在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刹车痕 最后撞上路边停车场的花圃 整台公车卡得动弹不得 还好车上的司机和一名乘客都平安无事 暴冲 那时候车上有没有乘客 有一个没事 没事 我也没事 那你很幸运 宛如电影《玩命关头》的画面 就发生在桃园市中立区 13号下午1点多 一辆公车在文化二路左转中滑路时 公车突然刹车失灵暴冲 还好第一时间60岁的流行司机及时反应 利用马路上没有车辆的路段缓冲转弯 虽然自己的左脚轻微挂彩 但避免了更严重的行车事故 他这样冲 比较不会有人受伤 这样技术算很好 没有人受伤 没有撞到什么东西 强烈的撞击声响 吓坏附近民众和店家 还好第一时间司机反应得快 成功避开路上的人车 也让民众直呼 果然是惊艳老道的老司机 记者林柱强团队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我们下期视频 和店家留学会好好后 请不吝点赞我们下期视频